美国知名素食连锁店向来崇尚自由精神 只不过这一回竟然是员工用自己的方式开除老板 内部拉斯加林肯市这家分店斗大广告看板 只写了两句话言简一概 第一句献给总公司 第二句告别消费者 原来分店主管速度反应店内厨房没有空调 导致室温飙迫摄氏32度 加上人手不足超时工作 让他因为脱水被送医 没想到老板竟然还补刀 说他娇生惯痒 不少在地民众赶来打卡还发文力挺员工 让这个消息立刻传遍全美 速食连锁店总公司立刻回应 但这已经不是这家企业近期第一次惹出争议 婦女节发文声称女性要呆在厨房 尽管内文是鼓励女性投入职场 还是引起各界不满 这回又遭员工放话 已经让苦心经营的企业形象受到打击 三菱新闻综合报道